翁佟黎,八岁开始不想当华裔,二十岁去在手臂上文了自己的汉字姓氏认,近日,和芬顿有报美籍华裔的成长故事,在推特上获得了G12万转发,38万。 故事中的身份认同危机也引来其他亚裔,非裔网友的共鸣,原来,相同的故事正在不同人身上不断重演。 推特用户At Kimberley M,金伯利珍,是美国新闻网站赫芬顿邮报亚洲之声的,来自纽约的,当地时间8月18日,她在社交媒体上用八条消息,描绘了一名华裔女孩如何在八岁到二十五岁的人生中,因自己的种族身份而自我演习,最终却为一部却要一卡似的好莱坞电影,而流泪的成长故事。 文字虽然简短,却着重了很多人的内心,并在国外网络上引起了热计。 故事的结尾,Kimberley戴上了净Crazy Ritations。 疯狂的亚洲富豪话题,被电影做了宣传。 上周末,15日战映的好莱坞影片,疯狂的亚洲富豪,业名栽金奇缘,一约2524万美,原拿下了北美恰访网第一的位置。 影片用120分钟,讲述了年轻的美国亚裔女性,跟男友回家见父母,却发现对方家境是新加坡最富有的家庭之一后发生的故事。 主演亨利哥尔丁、杨子琼等军的亚裔演员,正在流行洗白,将角色改为单元的好莱坞电影史上极为罕见。 影片获得了美国媒体的一致夸奖,陈其是一部讲少数族裔故事的政治正确片。 不过,原作小说也被部分知乎网友称为美国版小时代,因为书中有资人飞机、大游艇、贵族学校等宣复情节。 此外,作者查询发现,8月1日至8月16日,Timberley已经在赫芬顿流报网站上专写了六篇语疯狂的亚洲富豪相关的报道。 而Timberley在推特上描述的成长经历也让一些人似乎看到了自己。 不少华裔网友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自己的孤独故事,有华裔因为中学时的经历,有了不说中文的禁忌。 中文名字曾经也让他们感到苦恼,更甚者埋怨父母是亚裔。 朱华裔外,谭义、太义、贝义以及白人网友也加入了讨论。 数最多的评论提议,是杰克地的每一个非裔孩子,不论年龄,必须要读一下这篇帖子。 Timberley的帖子鼓励他们接受自己的文化。 随着年龄的增大,身份认同感也会逐渐增强,有一天或许能帮助那些人在挣扎的孩子。 一些人突然意识到自己曾经对别人造成了伤害,并为此道歉。 对于这八条消息,是否为Timberley本人的真实经历。 他8月21日在社交媒体上更新表示,很高兴看到我的故事让这么多有色人种,Purk, People of Color产生共鸣。 他们已经长大成人,但他们的故事和面孔,并没有登上荧幕。 Timberley接着写道,我的部分很悲伤,没有人应该认为他们不属于一个充满色彩且由移民建立的国家。 我们的故事证明,尽管我们会在成长时感到孤独,但我们绝对不是独自一人。 今年母亲节,Timberley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新闻声,表达对妈妈的爱。 美国是一个多元文化国家,身份认同感出现偏差,对于移民后代来说并不少见。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曾多次背拼种子主义,加剧美国内部的撕裂,而疯狂的亚洲富豪,是好来录25年来难得一见的全亚伊卡斯电影。 这对精力内心挣扎与外界抵押的美国亚裔来说,也算是就汉逢甘露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